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上一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知音 那这一期呢,我给大家看看它的邻居 这也是我偶遇的,我一眼相中的一个花花 去逛苗圃的时候去年,然后看到就拿下 其实我并没有很有意向的要去找这种花 只是我真的是被它的这个样子状态吸引 因为它是花朵是有点垂坠的 它是弯头的,跟那个铁筷子很像 它叫路边青 中文叫路边青,叫紫鳄路边青 更确切的,你看它的这个额片是这个样子 叫紫鳄路边青 它是一个虐待虫瓣的,是个虫瓣的品种 路边青也有单瓣的,也有非常虫瓣的 就那种大花球一样的,我是今年在苗圃看到过 你看它的名字是这个 很好看是不是 超好看,你看它有个名字 看,大家给 我就不念了哈 它是喜欢,也是喜欢阳光很充足的地方 它的特性啊,它是在这里 非常好养哈 你看它是肉五到肉八的哈 所以非常耐寒 那么在温哥华地栽的话 它是年年生长没有任何问题哈 我这个呢也是去年买的 就是也是一小颗哈 这个大概是 也是四寸或者六寸牌的 一小颗 今年就 比去年发达 至少大了一倍哈 看这个样子 其实集中起来 它 因为是浇过水哈 所以它是有点倒 被水冲的 等一下它就长好了 就是一层哈 立在这里 样子很好看 只是说 稍微有一点遗憾 就是 它跟铁块是一样哈 比较害羞 是因为颜值太高了 颜值太高了 就自己比较谦虚 很好看是不是 而且是 它确实也是哈 低维护的一种 看这个样子 看这一束好漂亮 你看 哎呀 对过来 脸儿转过来 看 脸儿转过来 嘿嘿 它有一点渐变的那种效果哈 粗花和成熟的花 有点不太一样哈 很好看 我觉得它作为 嗯 花园的点缀哈 其实 但是在我的这一盆里面 因为它个头比较高嘛 看 在我这个花盆里面 它就是一个主角哈 它是 站着一个CV的 样子 像这样吧 这样看哈 它也是低维护哈 你就是 基本上就是你给 其他的是肥的时候 给它十点肥 就就就这样 你不需要特别去说 还要研究它怎么样 那当然光线 好一些 它会更好哈 就就仅此而已 很多小小孩都是这样哈 它的生命力是非常强悍的 只要你给它一点阳光 给一点阳光就灿烂哈 就是这种哈 给一点阳光就灿烂 好 那这个路边青哈 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它其实花色也蛮多的 大家可以去找找 那个英语名字 我也打在这个屏幕上 或者在标题里 好多给大家放上 大家可以去找 而且我今年在苗圃里 还看到了一种橙色的 开了很多小虫瓣 就是有点像 长得像花球 那样的路边青 有点可爱的 像小乒乓球一样 那样的样子 小绒球吧 应该是那么说哈 好好看 橙色的哈 就是橙红色的那种 我这个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 关于这个路边青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紫厄路边青哈 而且我查了一下 学习了一下 其实它是薔薇科的 它也是薔薇科的 那等于跟月节 它们都是一个类别的 都是薔薇科的 所以看它有这么高的颜值 也难怪咯 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祝您天天开心 再见